那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自由时报的头条是 无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 柯文哲办公室窃听案 昨天柯阵营政策总监张景森他表示 愿意主动到案说明 不过却遭到了北柬的拒绝 而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一样都是报道 昨天台中市长胡志强和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 一同出席了中台湾产业发展论坛 郭台铭公开挺胡志强 胡志强这边是打出了经济牌 营造企业界高度支持的气势 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则是再度陪同党籍市长候选人林佳龙 去扫街败票 巩固原台中县的选票 争取继续连任的台中市长胡志强 24下午他参与中台湾产业发展论坛 已经表态挺胡的鸿海董作 郭台铭则到场担任主讲人 希望在胡志强的市长能够继续带领我们之下 我们为台中将来的发展 就创向一天蓝天白云 郭台铭虽然说自己无党无派 但还是听得出来他心有所属 而胡志强表示一定要把郭台铭留在台中 我跟在座所有的朋友讲 尤其这里以台中的场上为多 台中中台湾真是好地方 对于郭台铭替胡志强站台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替同党市长候选人林佳荣站台时表示 企业家不应该逾越自己的角色 林佳荣本人则是用平常心看待 有些企业家在这次的选举里面动作平平 那其实某一种程度也预约了一个 作为一个企业家在台湾社会所扮演的 应该扮演的角色 企业界办一些论坛是很正常 也都持续在办 也跟我们一起都合办过 像这个大台中的高峰会 所以我是觉得不用太过政治性的解读 台中市长选战 胡志强找来郭台铭打出经济牌 林佳荣也说与企业界联系紧密 在这选举的最后阶段 谁也不敢大意 记者邱紫培 彭万群 台中报道